投资移民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法完全满足移民间要求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时间节点 2018年1月11号之前和之后 如果你的签证是在2018年1月11号之前申请的 比如说是一个首签或者是一个续签 长度有可能是三年或者两年 只要是在这个日期之前申请并且获批的签证 比如说你是投资移民的配偶 或者说且加移民的配偶 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移民间要求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和一个日期 因为在早的移民法当中是存在一些缺陷的 在2018年1月11号之后申请的所有的签证类别 除了首席代表签证的配偶以外 都是有移民间要求的 需要注意的是每年连续12个月当中 在英国停留必须超过183天 离境不能超过180天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率来讲你必须183天以上的居住 就是铁定的英国税务居民 英国政府不傻 它要的是你的税 要的是你的钱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签证的申请日期 是在2018年1月11号之前还是之后 因为这个影响判断你是否有移民间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伦大叔带给你英国20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伦大叔你值得拥有 在我身处的双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